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OK 一點多公里嘛 對不對 差不多 七百萬其實沒有很多 而且這是指用工程發佈了 而且通常你會發現很有趣 因為這邊有在工程公司工作過的人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 這裡有一座山 爬到上面是平的 走走走然後走下 我現在這是剖面圖 海拔的意思 那個叫什麼 高層的變化 好 這是A路口 這是B路口 那假如說今天政府說 今年我有七百萬的預算 要來修這條步道 然後請廠商來看哪個地方要修 你猜都是修在哪裡 為什麼 容易壞嗎 容易壞嗎 材料比較好搬運啊 我這邊如果有壞了 都是零星的 就是 而且通常他們要怎樣 要一整段 如果說我走一公里之後 有這邊有壞掉 要做一個排水溝 然後再走個300公尺呢 這邊再做一個排水溝 這怎麼做啊 你懂我在講什麼 從工程來說的話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我說這壞 步道真的有壞 壞在這些地方 但是都不連續 工項很少 那我這個 對他來說就會怎樣 就是 會希望是 好 那假設這邊 我們把這 我就七百萬就修這一塊 這樣 了解我意思嗎 那但是通常都是會 反覆的修入口意象 有沒有 你們不覺得入口意象 常常在換嗎 基隆不會 因為基隆沒有那麼多錢 等一下 這個是 這個攝影會出去 我忘記了這件事情 你們待會會剪掉嗎 哈哈哈哈 OK 好 OK 好 OK 那回過頭來講 為什麼會集中在這裡呢 因為 你搬運材料 你一定會集中 把這一段整個做嘛 然後做到這裡 你就七百萬就花完了 因為你要做什麼 入口意象啊 導覽牌啊 指標牌啊 觀景平台 所以通常你會發現 很容易在走一走這邊 就會有一個觀景平台 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這個 為什麼這麼快就有一個觀景平台 為什麼就要有一個休息座椅呢 好 OK 那為什麼 因為這樣七百萬就花在這裡 就做完了 然後所以他三十幾年之後呢 可能就 又再翻修一次 換成不同的設計 然後又再做一次這個地方 然後通常在平的地方就比較容易怎樣 比較離兩邊入口都遠的地方 比較容易保持自然 其實真的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有沒有說錯 沒有 這意思是說工程 是工程的單位 會比較近 就是在近的地方 沒有 當然如果我工程發包 我有一個明確的範圍 說我這條步道要做哪個地方的修繕 那當然他一定會去做那個地方 但是通常在做這個發包之前 因為 沒有我只是在想說我要講到什麼程度 OK好 因為通常 因為通常呢 你辦這個案子的公務員不會知道 我到底要修在哪裡嗎 我一定是找我比較有經驗的廠商來幫我看 那廠商來就會跟你建議說 這邊應該加一個平台 那邊應該要做什麼 那通常都會在這些地方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700萬一點多公里其實很短 就是在路口 你會發現路口會反覆建設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真的要做 那他也可能上去以後集中做一個區段 就錢就沒有了 好 那這就接下來要講到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如果現在的工程發包體制 現在工程發包體制呢 它的整個結構是這樣子 我現在要講的會稍微複雜一點 所以你們要再更提起精神的來聽 基本上呢在國家的預算編列上面呢 除掉它的部門的例行公務預算之外 如果我要額外的再去整修什麼東西 都要通常是怎樣 以地方政府來說就是要爭取中央政府經費補助 那中央經費補助呢 通常都是什麼 我現在寫出來兩個資本門跟金長門 這個大家知道意思是什麼嗎 好 我解釋一下 簡單講 金長門 我們用什麼例子來舉例呢 好 總之資本門就是購買新的設備 然後金長門比較像是什麼 維護的業務費 人的費用 勞力的費用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那通常我剛剛說 步道其實需要維護的費用 剛剛我說最主要維護工作是什麼 除草跟指標的巡檢嘛 這個如果我這個步道每一年很多人 就是我就一直編經費去除草的話 其實那步道就維持得還不錯對不對 但是那經費應該在哪裡 金長門 那通常呢 地方政府跟中央要錢的時候 中央補助地方一定是補助你什麼 資本門 因為他預設呢 日後是你要維護啊 那可是 比較沒有錢的縣市政府 他要越多錢 他後面的維護就怎樣 越擠啊 就是那個經費越排擠 這樣了解一下 因為我的 我一直要了很多資本 比如說我舉一個 所謂天空步道的故鄉 南投選這符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會有一個 天空步道的故鄉 這麼荒謬的一個說法 南投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會蓋很多天空步道 就是因為 他要第一要爭取亮點嘛 然後天空步道爭取來以後 一開短期會有很多吸納觀光客的效果 但是很快就退燒了嘛 退燒以後 他不是說我再繼續去維護我那個天空步道 我記得就有五條了 那五條我的日常維護是什麼呢 金長門 縣政府的南投縣算是貧窮的縣 所以他後續維護管理 其實是很困難的事情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就要一直盖 一直找錢去 然後當我這個步道壞掉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用金長門 就可以處理的事情 但是我只能夠要到資本門的錢來處理 就好比 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就好比你那個電腦 電腦壞掉 你沒有維修送修的經費 你只有買新的的經費 所以你就一直買新電腦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在學校應該也是這樣 在很多工部門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的國家的公務預算 就是比如說什麼部門 他本身營運的公務預算來說的話 都是這個會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我的人事成本嘛 所以呢 當我要有一個做不到的經費的時候 我就要怎樣 爭取公共建設計畫 就是我要寫公共建設計畫 去爭取公建預算 公建預算裡面呢 為了我們的國家的總預算 主計 他為了平衡 一般在這裡是業務 這個金長門比較多 所以他就規定這邊要資本門為主 這樣子在我們的總預算裡面 才會平衡 聽得懂嗎 這邊是金長門為主的 因為他都是人事日常營運 但他我做完我日常營運之後 我已經沒有錢去做步道的 這個不一定是步道啦 反正就是我要做什麼建設的時候 一定要另外再去申請這個錢 那這個錢呢下來一定是資本門多 他規定資本門 就是金長門不能佔資本門的二分之一 簡單講最後的結果就是 資本門7 金長門3 7比3 這樣 7比3的經費 所以他會有很多資本門的錢花不完 可是金長門的錢不夠用 這樣 了解嗎 然後我一直不斷的要用資本門 去解決步道的問題就會一直不斷的 那個步道就會出現 同一條步道有不同時期發包工程的 不同設計師做的各種各樣的鋪面 像一個材料展示館 有沒有就是每一次解決問題的時候 他就重新設計 他不是說就是我這個環境是怎樣 所以我怎麼做也差不多這樣 但是到這裡聽得懂 金長門資本門這個國家預算的基本條件 因此當資本門比較多的時候 他就要用工程發包的方式來採購工程服務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 當他要用資本門然後工程採購來解決步道問題的時候 那個公共工程運作的機制是什麼 好 在 所以當他進入是工程採購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要發包一個什麼 設計 然後施工嘛 營造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 某一條步道我要做什麼 我要先委託一家設計公司 他去畫圖 他要先畫圖 然後這個圖畫出來之後 他其中其末審查 細部設計通過了 通過了以後呢 在發包營造廠按圖施工 可以理解嗎 也就是說一個步道的工作會先委託設計 有圖之後再委託施工 按圖施工 這樣子 那這個會發生什麼問題 聽起來很合理啊 那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以前 我上一次有沒有講過 應該沒有 就反正之後可能會再講 就是以前在沒有工程發包的時候 台灣有沒有步道 那步道怎麼做的 沒有設計圖的時候怎麼做的 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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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包是採購概念 這已經是 它是你說話自己做 喔 你是說 你是說 就是師父啦 簡單講嘛 師父嘛 那他也不一定真的有什麼執照 反正呢 他是在這個地方的很有經驗的人 對不對 然後像那個王國偉老師維修那個大清 就是那個暖暖古道那邊 每一家出壯丁來修有沒有什麼圖要看 沒有啊 經驗傳承嘛 對不對 然後他也不一定是什麼師父 但是他從小就做到大 所以他就會做 就跟做農事一樣的意思 好 那所以這二三十年來 大概是這二三十年來 開始用工程去處理步道的時候呢 就把原本一個完整的人做的事情 變成頭跟手切開了 可以理解嗎 這個是頭 這是手 畫圖 先切給一個畫圖的人 那他就專門負責畫圖 畫圖就變成怎樣 我有畫圖的邏輯 什麼叫畫圖的邏輯 就是這個步道以好畫 不會啊 好畫也很好做 好畫很好做 怎麼說 好 我可能大家沒辦法理解 我講一個真實案例 那個 因為這幾年在推手作步道 然後課委會就跟地方政府說 以後你們要爭取步道工程經費 一定要用手作步道 然後那個工所呢 也非常認同 他們就要落實這件事 他們就去找廠商要來畫圖 做手作步道這樣 然後那廠商就不會做嘛 然後他就 那工所後來 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 老師 那個設計廠商畫好圖了 我們要請你審那個圖看是不是手作步道 然後我就很疑惑 我就想說 那個圖是手作步道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 我開頭已經講過 我一定要知道那步道在哪裡 我才能夠往下想 可是我不能再抽象的層次想步道要怎麼做 這樣理解嗎 所以我就問他說那條步道在哪裡 然後就告訴我在哪裡 然後我就說那條是有沒有一些照片 對不對 就是步道現場的照片 他就說沒有照片 那條步道沒有人走過 我說沒有人走過是什麼意思 是指這個畫設計圖的人沒有走過 還是那條路根本沒有人走過 他說沒有路 還沒有路 等你審途過了以後就會有那條路 然後我就說那那條路總要先有人砍草 砍出來以後呢 稍微看一下那個現場的地形起伏 有沒有山溝經過 是坡度比較陡還是比較平緩對不對 然後我才能想像那要做什麼嘛 他就說沒有沒有那個 那個都還沒有 那個是之後的事情 現在是設計階段 然後就要我審圖 然後我就說那不然你圖給我看嘛 他就說廠商他們上千里步道的網站去搜尋 看到我們的工法裡面呢 這種工法應該是手作步道 我畫給大家看 這樣看得懂嗎 然後他的側面是這樣 這樣可以理解嗎 看得懂吧 他的正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這兩張圖 什麼東西接起來 就是土木階梯啊 簡單講 前面是原木 打兩個樁 然後後面就是土嘛 然後所以這一階一階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就下 這是30公分 這個是15公分 假設這樣 然後這個直徑是15公分 假設這樣 我隨便亂寫的啦 反正圖這樣畫完 然後呢 就在地圖上畫一條線 步道的線 然後就5公里 長度5公里 然後你用這樣算是不是就算得出來 這是30公分嘛 那你是不是就算完了 你要做多少接 你可以要多少的 這個長度是假設1.120公分這樣 然後這個長度假設是40公分 我現在全部都下得出來那個規格喔 然後我這樣子 是不是就5公里的材料我都算完了 圖畫完了 就是這一張圖5公里 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嗎 然後我就說 這不是說這個工法 是不是手作步道的問題啊 是這5公里中間到底有多少狀況 我不知道啊 而且是不是很平的地方也要鋪這個呢 你們有沒有走過那種很平的步道 也會鋪整幕一格一格的 然後最後你就會有點怎樣 像在跳籃 就是一直不斷要跨 然後這麼平到底為什麼要鋪呢 就是這樣來的這樣了解嗎 然後當這個圖審過以後呢 營造廠它才會用挖土機 推出那條路來 然後一面推一面材料就 好就這樣子放上去打 然後放上去打 再放上去打這樣 這就是施工的工序 然後後來我就說這樣我沒辦法省 因為我需要知道路到底是什麼樣子 對 而且他們來說 因為這個木頭容易壞 所以為了好維護 所以這些都是水泥仿木的 然後就說這樣子你可不可以接受 這樣 所以大家現在知道手作步道不等於某一種工法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好 所以這個就是設計圖的人 畫設計圖的人 他是在一張空白圖紙上面 他就可以完成他的設計 然後再把空白圖紙畫出來 這一些制式的東西 做到自然裡面去 他就會變成你們現在所熟悉的那個樣子 這樣了解我意思 但是所以這個有手沒有頭的人 他就只能怎樣 按圖施工 然後按圖驗收 他在現場比如說同樣是這個 結果這裡是研盤你知道嗎 我打不下去 我沒有辦法做出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改 當然啦變更設計是可以 但是問題是沒有人會做這麼複雜的事情 因為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複雜 變更設計程序 然後所以呢 他可不可以繞道或者是怎樣 其實都很困難 所以有手沒有頭的人 他就算會有一些經驗累積 但他沒有辦法去更改這個設計 所以就投手分離 那最後到什麼呢 畫圖的人也可以不用去過現場 對不對 畫圖的人不用去現場 然後呢 畫圖的人會不會做他畫出來的東西 也不會 很少說不一定 應該是不會 OK 就是他畫的圖 基本上是他不會做的 因為畫圖的 他是在學校的工程訓練裡面 他的訓練就是畫圖這件事跟計算 計算在這個環境裡面 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做這個設計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子 他的在學校的工程訓練沒有要他去做出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師傅按圖施工的人做的事情 好 那所以當他變成這樣子之後呢 再來 除了我剛剛說是投手分離對不對 接下來是什麼呢 是這個價錢畫圖的人 他的服務費用怎麼算 他有在公共工程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建造百分比法 有聽過嗎 建造百分比法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的總工程經費的百分之 是他的設計費 5是我隨便 不是隨便 就是500萬以下是5 但他有個range很複雜 我不想想那麼複雜 500萬到800萬是另外一個range 反正總而言之 你想想看這個總工程最後的經費的百分比法 五分之五是畫圖的人的設計費 那所以如果你是畫圖的人 你會怎麼做 畫越多越好嗎 畫越少越好 但是工程經費越高越好 這樣比如說像剛剛這個 畫一張圖 這一些仿木水泥的東西 五公里通通都鋪幾千萬你知道嗎 然後幾千萬的百分之五就是我畫這個圖的費用 這樣 但是如果說 就是一般來說 我們也有一些老師 他是做手作步道會去做工程規劃設計的 所以假設是他來畫五公里的步道的話 他可能要畫60張圖 80張圖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然後去現場調查 砍出來 然後這邊遇到什麼樣態 我就做一個什麼圖 然後最後 我畫了很複雜的圖之後呢 總經費怎樣 很少 因為總經費他主要是來自於什麼 材料會是最主要的 就是你能夠做越多的設施跟材料就越多 所以大家很喜歡做看得到的設施 不是在解決不到問題 是就是這樣子這個就會大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700萬為什麼會 剛剛算起來只能夠做一點多公里 因為700萬都做這樣之後 設計費他可以賺多少 700萬的話其實是百分之 算5%好了 30萬 35萬 所以他 剛剛那個先機緣步道用這種方式做 其實就跟這個類似嘛 其實我只要這樣畫 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然後我再畫欄杆 然後我尺寸都可以下出來對不對 那我這樣子用全部 是不是比較又好畫又賺得多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而且這個通常採購的裡面 有一個很麻煩的東西叫什麼 最低價搶標 這個階段通常都是最低價 所以通常畫設計圖的人 會先事先想說 這個人進場的時候會打百分之 就是打七折啊 比如說我700萬 他會用打七折是多少錢 400多萬就可以標到這個案子 然後回過頭來我的服務費就變多少 20萬 20萬 25萬 所以我要預留這個彈性 了解我 我要再更多一點 才能夠再被七折進來 然後我再一路壓縮 所以設計師他在這樣的體制之下 有沒有動力去做好設計 沒有 就是這個機制是鼓勵你用最少的投入 做越人工的設施 然後你就可以賺比較多錢 然後這就是現在 為什麼到處的步道都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想要做自然你就要投入更多的工 最後做出來的經費 總經費會少很多 好那接下來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大家一定想說怎麼還沒完對不對 還沒完 最後一個步驟是什麼呢 叫做頭角倒置 頭手分離 然後這個計價方式導致的這種工程的問題 什麼叫頭角倒置呢 你們一定會常看到 某一段時期會流行 某一個造型的量亭 某一個時期會流行什麼造型的椅子跟平台 那這意思是什麼呢 最後就是變成是 材料商會回過頭來決定設計 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開發 我是進口這種材料的 然後我開發了一種量亭 然後我就跟設計師說 你不用畫圖了 我圖給你 你就用這個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那不是更好 對不對 就是 我就用你的圖啊 我連那個細節都不用 怎麼組裝五金元件 什麼尺寸都不用 就那個圖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段時間 某個區域 全部通通都是這種造型的椅子 造型的良亭 然後擺很多 所以就會變成是 材料商決定了設計 那設計其實是頭嘛 可是我說頭角倒置 角變得比較重要 角是材料 材料是重要 但是它不是決定我思考的方式的 但是最後會變成這樣 就是由你在市場裡面能夠買到的 你方便買得到的材料 比如說有一段時間就會流行水泥花鋼岩 然後有一段時間又會換流行另外一種石頭 了解嗎 那跟設計其實就沒有關係 它是被材料決定的 然後其實在植栽配置上面也有這個問題 反正總而言之 聽完了 了解了嗎 對於工程經費 700萬到底多不多 最後700萬層層層層層花 最後在這個結構裡面 有理性的人 我說的意思是 你想要那個理性是指工具理性 然後你最後就會 你就會這樣做 了解我意思 好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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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是不是好維護呢 是不是比較耐用呢 其實那是一種大眾會因此 包括里長就會覺得說 那個看起來很耐用啊 看起來很好看啊 那我們也要那樣啊 大概就會變這樣 然後就會變成接下來就是什麼 主導了使用者的美學觀 這樣子的美學觀 就開始取代了大家覺得 什麼叫做好步道的觀點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就是要這樣子比較整齊啊 這樣子比較好看啊 然後呢 就會去找民意代表 然後民意代表就會有這個壓力 就是說我要爭取 為地方爭取多少錢 多少錢我才可以選 對不對 然後現在選舉又快到了 選錢就會有很多 很多條步道在整理 這就是這整個結構嘛 對不對 我有說錯嗎 所以這就是最後呢 我們的納稅錢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步道就會變成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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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